大家好,美军赶跑了塔利班,占领阿富汗20年 或者按他们的说法叫做重建阿富汗20年 消耗了巨额资金,据说花费了超过2万亿美元 他们建了学校、医院、自弹水厂、发电厂、百油马路等等 但是在阿富汗恐怖袭击仍然不间断的拼发 无数生命受到威胁 美军最后也不得已灰溜溜的撤出阿富汗 于是塔利班就卷土重来 重新又控制了整个阿富汗 很多网友认为塔利班掌权之后 阿富汗会归于平静,专心发展经济 带领阿富汗人民走向富裕的道路 可惜目前还是没有实现 美军撤出阿富汗以后 恐怖袭击还是不间断的发生 那么发起这些袭击的都是亲美分子吗 并不是,一个也没有 他们都是跟塔利班一样的极端组织 只不过他们做事比塔利班更加的激进 他们不断的在阿富汗发起恐怖主义袭击 2021年8月26号 最后一批美军将要撤离阿富汗的时候 喀布尔机场聚集了大量的阿富汗老百姓 希望能够有机会逃离阿富汗 结果这个就更加激进的组织就发起了恐怖主义袭击 造成182人死亡 其中13名美军和3名英国人 死者还包括28名塔利班武装人员 没错,他们连塔利班都杀 2020年11月21号 这个组织发动火箭弹袭击 造成8人死亡 31人受伤 2020年11月2号 他们对喀布尔大学进行恐怖袭击 造成25人死亡 22人受伤 2022年7月 这个组织对喀布尔国际板球场发动恐怖袭击 造成多人死亡 联合国秘书长表示强烈谴责 2022年8月 这个组织对阿富汗多地进行恐怖袭击 造成250人伤亡 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强烈谴责 2022年6月 他们对希克教的一个庙发起了袭击 造成两人死亡 7人受伤 其中一名死者是塔利班武装分子 2022年9月 这个组织对一个教育中心发起了恐怖袭击 造成20多人死亡 2022年11月 这个组织对一个学校又发起了恐怖袭击 造成16人死亡 24人受伤 2022年9月5号 这个组织对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馆发起恐怖袭击 造成8人死亡 联合国秘书长又发表了强烈谴责 这个组织几乎每个月都在发动恐怖袭击 但是塔利班也无力剿灭 最近这个极端组织发动的恐怖袭击 就在12月12号 他们对喀布尔的一个酒店发动了恐怖袭击 那么这个被袭击的酒店名字叫做桂园饭店 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华人华侨 喜欢的一个酒店 那么当天下午2点半 多名武装分子闯入酒店 开枪和扔手楼弹 有至少两名客人下的当场跳楼 凤凰卫视的记者凑巧呢 这个时候呢也住在这个酒店 他拍了相关的视频 那咱们看视频之前呢 我先给抖音的朋友推荐一下我的橱窗商品 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考虑一下 大家好 我是凤凰威士住喀布尔记者站 特约记者王敦勇 我现在正在喀布尔市中心的桂园酒店 向大家做报道 大概在将近一小时之前 桂园酒店突然发生这个枪战 而且还有剧烈的爆炸声 现在枪声已经停了一段时间 但是仍然有爆炸 现在正在是桂园的六楼 我的房间 枪战发生的时候是在我头顶七楼 现在是七楼发生了大火 然后刚才是四楼还是五楼 突然发生了爆炸 有人从楼顶上坠楼 整个楼 楼下已经是遍布塔利班的军警 但是 现在窗外仍然是塔利班的军警 似乎还没有完全控制局势 现在已经发生了严重火灾 然后这一人已经坠楼 现在我们要打磕窗户 但是吓得塔利班军人说不要到窗户 我们来 让我们赶快回去 现在伤亡不明 情况不明 仍然有枪声 还有大概前后发生了十几次 手雷爆炸的声音 现在我们看到楼下几个街区 现在好像似乎是我们正面的 据说已经全部被封锁了 现在这里正在严密控制 我们刚才想跟军警这边联系一下 他们说让我们赶快回去 不要不要再对 不要到这个盛戴来 小兰小兰不行不行不行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